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80年代是电子游戏机初起的年代 当时最出名的游戏有太空侵略者 烏鹰机和食鬼 而漫画电子神童亦在80年代诞生 故事局主角石野兰比赛时 八战百姓更使出大量必杀技 例如有火焰陀螺、月光跟斗、电光飞沙酒石 和真空低气压 打游戏机时也能打到两只手可以发出火花 后来甚至可以有心灵感应大扫牙 遥控打机 近期Figurman 出了一只6吋可动人形公仔 有齐晒角像超必配件 连街机的Joystick 都可以配合 当时超必造型 1984年430穿梭机就开始播放电子神童这套动画 讲述一个热爱打机神童石野兰 虽然读书成绩不好 但打机得相当出色 故事中四方八面和机友交手 今天主菜呢 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总理之前 帮我订了送给他 我要多谢总理先 先拆过来看看 里面有个鼻苔 有些棍子 就是它在做一个 例如 一些绝椒的时候 会凌空的时候 就会用这个棍子 还有些手 手的 就是它有个 以前我们小时候 有几个无线造的时候 有几个绝椒的名字 火炎陀螺 月光斤斗 电光飞沙酒石 还有一招就是真空低气 开了之后 就有两个可以换的手 一个绝椒 另外呢 还有一个是 它的绝椒的手 另外呢 它有两顶 你可以看到 它有三块面 对 四块面 之后呢 现在就 拿出了石野蓝 出来 这样呢 换了其中 另一个样子 它有个问题 其实呢 刚才玩下去 它那个耳朵 是很容易脱的 其实 这个耳朵很容易脱 它这个呢 就有个 架 基本上 如果又玩开 这个品牌的玩具 都知道 它这个招牌 拆出火的手 它有一招就是 按住那个 最后就会变到 那个 转换 都会着火的 但这个转换 这个转换 可以少少左右 动的 少少都可以的 上下 这个键都可以按 按得到 对了 另外它还有一招 它就是 用这个 这个就可以换 拔牙的 哪个 这个 那譬如这个 这个 我现在这个 拔牙都脱了 对了 它就可以这样玩的 可以这样 对了 对了 就 做回剧情里面 它有一个 就是 好像冥想的 绝招 就是 当它 发现了 一只 就会闪一闪 一闪 一闪 其实造型 不是很差 但是 它那招 可以屈 到 如果 如果 买 四百多元 买 都可以 对了 对了 如果 买 四百多元 都可以 对了 对了 另外还有这个 有两个 有这个 就是做普失的动作 对了 它有一些 手的造型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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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大致是这么多 如果 是80年代的人 应该都会 都会 兴趣买的 对了 另外还有一个面 这个 对了 就是入卒神 对了 还有它的头发 做得挺细致的 这个就是这样 换的手 可以换这个 它另外 还有 这样 这个可以拆掉 可以这样 可以 对了 这个 这个是 新菜式 沙茶 羊肉 湯面 就是刚刚 成熟的 它的 湯底 都挺香的 而且有些 九層盒 有些 葱 肉碎 还有些 炒过的羊肉 非常可厚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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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